今天是护士节 对护理人员来说 照理来讲应该要开心请祝 但是因为疫情严峻 只好一样上战场与病毒对抗 彰化就有一位护理师 他叫刘静芬 从事护理工作已经20年 回想去年这个时候 他同样是在专责病房工作 自己也不幸染疫 但是康复后他重回工作岗位 他说就是因为自己曾经确诊 所以更能以同理心照顾好病人 在小房间内患上隔离衣 从容到早包的密不透风 这是医院专责病房护理师 一天工作的开始 量血压侧血氧还得随时记录状况 他是彰化秀传医院护理师刘静芬 从事护理工作已经20年 回想去年5月 当时西湖水果传播链爆发 他因为接触确认者染疫 住院隔离期间后 还得自主健康管理 他不敢回家 就怕传给家人 想起爸爸为了见他 特地学了3C用品 造三餐打电话关心 小之女得知他染疫 还在座文里 以我的阿姨是一位护理师为题目 甚至写了一张卡片给他 让他边看边掉泪 即使劝过新冠肺炎 刘静芬仍然继续投入病房护理工作 也因为生过病 更能以同理心了解病人的担忧 护士几只天没有特别开心庆祝 而是一样上战场继续与病毒对抗 借贷人贸张话 猜不到